蔡英文總統和林權內閣行政院就職滿一個禮拜 在這個禮拜裡面 不管是太魯閣禁止採泥礦 或者是中台日漁業的對話 或者是策告學生 或者是教育的改革 司法的改革 還有年輕的改革 鑽形正義的進行 總而言之 蔡英文跟他的內閣霸氣出差 WHA安全過關 但是同時第一次當在野黨的國民黨 他說你不是霸氣出差 你是露氣出包 我就給你抵制 我給你杯葛 兩邊都是第一次表現怎麼樣 自由公平 另外中國對台灣的兩岸論述 也批評為蔡英文是單身 一直到環球時報 說蔡英文你中文賣 台灣深南的名嘴 也跟著說 蔡英文你言文賣 蔡英文說必做蔡中文 所有這一些 一個禮拜 足以讓我們來做一個評論 來 給各位介紹 現場五十分 第一位立委 吳明睿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廣民郎文傳會副主委 知識委 大家好 過來我們三位資深 媒體人 翁水町 大家好 大家好 康仁俊 還要坐電話 主持人 各位陽請 大家好 來 這一個禮拜最重要的WHA 衛福部長林苏妍今天早上 奸臣趕回國 立刻就向總統去報告 我們看看 其實這一次成功滿意嗎 衛福部長林苏妍結束WHA 世衛大會回國 一下飛機略顯疲態 不過他沒得休息 直奔總統府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不僅順利成行 稱謂上也沒有被矮化 更沒有受到政治框架的限制 不負所望的完成任務 這是新政府商人之後 外交的第一仗 各位能夠突破重重的難關 完成任務 蔡英文力挺林苏妍 只是嘴巴上說沒被矮化 但林苏妍五分多鐘的致詞中 從頭到尾自稱中華台北 就是沒講到台灣 這次使用Chinese台北 雖然它是我們 對WHA與會的一個正式名稱 那我們國人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國人覺得有一點委屈 這一點我個人是感同身受 基本上我們說不滿意 真的不滿意 對於他沒有直接表達出 台灣用中華台北 真的我們不滿意 可是在現在的局勢當中 我們認為還有更大的爭取空間 連職責黨立委都不滿意 但演說講什麼不講什麼 恐怕不是林苏妍一個人所得算 原來演說前為了講稿內容 林苏妍不只和行政院聯繫 連國安會也加入討論 一起沙盤推演後才拍板定案 大概不算指導級 就是我們都有大家互相 我們的各單位之間都有互相討論 事實上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所以在會議期間 我們隨時視情況的發展來做修正 要批評別人很簡單 等到自己做才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在這邊我想我們 也不見得要求民進黨道歉 但起碼你必須跟國人道歉 好不管怎麼樣 關關難過關關過不滿意 但是也只能接受國民進黨 要民進黨來盜竊 難道他們倆再過去跟今天 碎掉雙方做法都一樣嗎 對沒錯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這個WHA這一次呢 因為他所開會的時間 離新政府上任時間 只有短短的三天 那麼在這三天之前呢 還在舊政府新的時代裡面呢 還發生這個邀請函 遲遲未到 甚至於到了以後 竟然有一個不可思議的 一中條款 一中原則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一天到晚在國際上面 給台灣穿小鞋 甚至於打腰我們 理論上來講 這一次能夠順利的進去 而沒有出現本來 包括我們之前的 這個馬總統 還有一些男人的朋友裡面說的 包括甚至於整個都 包括林州原部長在那裡 都被趕出去 那時候說趕出去嘛 趕出去那種狼狈 然後那個樣子沒有出現 那麼激烈的衝突的這個場面呢 也沒有出現 那麼我相信在某種程度上面呢 兩岸都展現了某種程度的自治 那我個人是覺得可惜的就是說 Chinese Taipei從頭到尾 很仔細的聽林部長 有關於整個這個演講的 他雖然是講 強調40年的小兒科醫生 想要動之以情 來打動全世界的 這些所有其他的會員國 那麼Chinese Taipei 講了好幾次 我相信大家都在等 那一身台灣 可是最後沒有出現 那麼我想 這個不是林部長個人的決定 我認為不是他的決定 因為聽說書面的演講稿裡面 有出現台灣這個字眼 可到後來 在他正準備入場去演講的之前 接到了電話 這個電話裡面呢 是誰打的 我不知道 但顯然有了所謂的 比他層級更高的指導期 那麼當然林周元林部長 站在國家的立場上面 他當然必須某種程度上面 要尊重這個所謂的 來自於上級的這個指導期了 那不能完全滿意 勉強可以接受原因 是因為至少可以進去參加 至少有平和的這個落幕 那麼至少呢 對岸也肯給你一袋的牛皮紙袋 到現在我都還不知道 牛皮紙袋狀況是什麼 但是對方可能本來可以給你的 不是牛皮紙袋 是一句話Get out 你知道嗎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那就表示說 可能是站在不去 這個惹火對方 不去挑釁對方等等 但是我還是強調 WHA也好 世界民航組織一樣 很多很多很多的國際組織 台灣之所要參與 當然我們要先 先加入先參與 才有那個發言的空間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主體 主體意識 台灣兩個字 其實就等於 Chinese Taipei 他那個台北只是在國際上 台灣不得不用這個名詞 去加入國際組織 如果能夠在那個4分50秒的演講裡面 出現一次就好 那麼至少不會讓很多的人 拿來大作文章 還有我知道 委屈是為了求全 但是如果一再退讓的結果 去沒有辦法求全 又何必太過委屈 這一點新政府在未來 在國際場合上面 或是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就是我們雖然不挑釁 但是也必須不卑不亢 我的一個內部消息就是中國隨時希望台灣做出一個他有理由不給你要檢安 不讓你上臺演講 甚至不讓你進場 所以關關難過 關關過是真的有各種關 但是我請教一下 世衛兄 你是要做什麼 要民進黨道歉 要這個民權道歉 要這個綠營道歉 你們不爽的是什麼 謝老師 WHA世衛大會我們這個林宙元部長所率的一個訪問團已經回來了 那當然今天蔡英文總統也接見了 那也做肯定了 如果說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為了台灣最大的一個利益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國民黨表達祝福之意 畢竟這一次林宙元部長他過去擔任過衛福部的次長 我相信他對於參加WHA他是熟潤有餘 當然剛剛瑞德哥也有講 他今天在那邊的一舉一動 甚至於他這五分鐘的一個演講稿 他也是經由國安會甚至於行政院外交部 他們共同研尼 你看小心翼翼的在這一次WHA的一個世衛大會 對這樣子我們可以講說 為了我們台灣能夠參與國際社會組織 我們這樣子小心翼翼的回來了 但是你說國民黨生氣什麼 我相信我們今天剛剛我們看到畫面 我們江啟成委員講的 你不用講說民進黨要道歉 跟國人這個朋友來做一個道歉 但是我也講說不至於道歉 沒話說清楚 2009年的時候 葉金川代表我們中華台北去參加 但是在國內受到什麼對待 現場受到什麼對待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夠相忍衛國 中華台北不會矮化台灣吧 中華台北不是賣台吧 中華台北也是為我們所有台灣 兩千三百萬的同胞 我們在參與這個世衛大會 我們來做發聲吧 如果希望我們台灣 都能夠走向理性平和 那我們就講嘛 過去為什麼 國民黨做的時候共也要走 現在的時間也是一樣 也是用這個名字 甚至於在這個發言台上 連台灣都沒有講到 欸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說還原一下過程 我也要一下葉金川這個 當時去的那種的一個公道吧 那個我想請教一下連晃 國民黨從一開始到現在 他們有跟WCA講說 我們是反對一中原則 他們有講嗎 沒有啊 這個部分我要聲明了 在我們還執政的時候 外交部就有發出聲明 我們參與國際組織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被這個附帶的 我的答案不是有任何 我的答案就是說 我們不在一中原則的政治況下參加 他們國民黨有嗎 而且這一次他們代表黨團的 陳一鳴委員 還拿了一封黨團的信給世衛秘書處 所以也難怪我看這個 台灣聯合國宣達團的發言人 曾崇凱小凱在他的臉書還寫到 他說世衛秘書處的工作人員 還跟他開玩笑說 你們台灣現在是有兩個國家嗎 為什麼會有兩封信 所以我覺得這幾天 我聽到很多國民黨朋友在講說 要還給葉金川一個公道 但是我想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也不能講說當時冤枉了葉金川 為什麼我這樣說 2009年葉金川第一次去的時候 那是台灣第一次參加 用的名稱叫中華台北 當時大家不滿意的是 你為什麼要接受中華台北這個名稱 為什麼不要爭取用台灣 那最好當然用ROC 用中華民國 當時大家不滿意這是其一 其二是葉金川的正式的大會手冊上 他的職稱是Doctor 醫師 對 那這一次林宙元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也叫中華台北 可是對不起 那是你2009年接受的條件 你後面任何人很難去改變他 我不是講百分之百不可能 但是很難去改變他 這是國際的現實 然後再來林宙元用的職稱叫minister 部長 所以這個差別在這裡 還有再來喔 我覺得這一次的參加WHA 對蔡英文的新政府來講是 我想蔡英文把他認為是一個非常具有 象徵意義的一場國際活動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這是從2008年以來 我們第一次拋棄九二共識 第一次突破一中原則 而能正式參加的一個國際活動 這對蔡英文來講意義非常重 那為什麼這個國民黨要民進黨道歉 因為他們就抓住中華台北那四個字 那我想對蔡英文來講 他有直取成功不取失敗的這樣的壓力跟使命感 所以這裡面的確看到了一些妥協 是看到一些妥協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 聽完林宙元演講之後會有一些些失望 然後會可能會有情感上會受到一些傷害 因為我們當至少我個人 我支持民進黨的理由是希望 類似在這種場合他能夠爭取的比國民黨更多 那我也覺得林宙元的演講有點可惜 我並不會要求說無厘頭到他在五分鐘演講 宣誓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這樣講恐怕就太稍微挑釁了一點 但是至少我覺得應該宣達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這幾年來一直很委屈的 就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他應該跟地球上其他六十億人口 享有同樣的醫療基本人權 過去幾年來我們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的觀察員是一個很不正常的觀察員 我們的流行病的通報 有時候通過北京我們才能收到 這不是任何一個觀察員會得到的待遇 我覺得林宙元部長其實應該可以適度的去強調這一點 而你在強調這一點的時候 其實台灣這兩個字他就很自然而然 他就脫口而出 你不用很刻意去講台灣 很可惜的他這一點沒有做到 那當然我也知道稿子不是他寫的 那是不是說在事前的跟美國或是日本 甚至跟中國的協商裡面有講到這麼細節的東西 我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至少他的成就 這一次WHA成就的部分 就是我們終於突破九二共識跟一中原則的枷鎖 證明沒有九二共識一樣可以參加國際活動 這個是這個新政府一個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一個開始 是 施惟兄那你是不是要針對不用九二共識 不用一個中國原則就可以參加跟民進黨政府說個恭喜 請教一下 謝老師我剛剛有講了 如果站在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利益 我們表達祝福 但是你講說沒有在一中架構 然後講說什麼創造出怎麼樣 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沒有這個邀請信函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是執政黨 一直叫想說馬政府你就要去爭取 我們也去爭取 爭取來的時候現在大家說 當時都是民進黨去做爭取的 你扭曲寄來的是什麼 是給誰 蔣秉皇部長 我相信 謝老師我必須要說 兩千年兩千公佩年阿扁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爭取得要死也爭取不到 好不容易我們爭取來的一個成果 我覺得大家要講到 大家要感恩要喜福 馬英九說接受就是怎麼樣 就是接受一中原則 一個立法院發生的事實 因為我都有參加政黨協商 這個政黨其實是公開錄影 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為了這個WHA發給我們說 要一中原則之下來 來在這個前提之下來去參加這個會議 所以這個四個黨包括民進黨國民黨 時代力量跟親民黨大家就來協商 要不要針對WHA這個 我們國會表達一個一致的立場 結果談不攏 因為我們要其他三個黨都是堅持說 我們沒有在一中架構之下 來去參加這個WHA 要一個抗議這件事情 提出嚴正的聲明之後 就是給這個林鄒遠在最後做靠山 國民黨黨團居不同意 國民黨黨團自己在協商的過程中 還沒有完全破局之前 自己就發了一個一個信 然後就是那個陳英明他帶去的 他裡面怎麼講 他裡面講說 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所謂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這個他一個這樣子的信函 跟今天這個基調完全不搭軋 而且我比較不高興是怎樣 因為大家還在協議的過程中 大家還在政黨協議的過程中 你這個時候你突然去發這封信 你是突襲 因為你沒有尊重到這個協議 到底能不能最後能不能得到共識 就算你主觀政治說絕對不會有共識 但是你去發一個這個東西 你是代表誰 你不是代表立法院 你是立法院裡面國民黨黨團 這個東西全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是什麼 就像剛剛眼望講的說 人家在虧你說你臺灣是不是有兩個國家 其實不是嘛 這重點是說 為什麼你在這個地方 一再的一定要去凸顯說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九二共識的原則之下 你拿這個去回應這個 WHA給我們那個信的 所謂的一中架構 那國民黨是這樣子的心態去看待這一次的會議 那現在我回過頭來問啊 當然我們當然連林昇元部長自己都承認說 他覺得這個對國人的感情有所虧欠 大家會受傷 受傷 但是為臺灣的處境覺得憂心 跟覺得痛心嘛 可是國民黨這時候抓住說你沒有講臺灣 所以你要道歉 今天他在立法院院會用這個還杯葛 杯葛林權跟林昇元叫他要道歉 還阻擋了一個組織犯罪條例的修正 這是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情 這是真正的目的啦 那做了這個事情之後就是一個問題啊 如果國民黨你這麼認為說 你如果這麼堅持說在裡面的發言要 我有臺灣否則要道歉 所以以前的部長去參加的時候 沒有講臺灣之後 國民黨你有沒有要求他道歉 國民黨政黨的立場 現在是改成說在國際組織 只要不講臺灣你就要抗議 以後請你們面對中國的時候 也用這樣的態度 了解 那國人會跟你們鼓掌啊 林昇現在藍綠有共識喔 以後國際上臺灣就叫做臺灣 復照先改 是不是 不是 我覺得現在藍綠 各自在這個事情上面 做自己的解讀啦 國民黨講的就是說 你是在九二公司之下呢 去了這個WHA 那民進黨的講法是說 我其實是抗議的 我不是用在一個中國的架構 或九二公司的架構下面去的 其實我覺得其實過去為什麼 大家一直討厭藍綠二鬥 就是其實明明都知道 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是大家回來要劈一下 我其實覺得國民黨現在的態度 其實有點像是這樣 你明明知道 在這樣的一個外交處境的狀態之下 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境 他達成任務 但是你看國民黨現在一直立場就是 你要來跟我道歉 你要來給我道歉 這個道歉對國民黨來講 真的這麼重要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道歉真心重要 國民黨有沒有欠臺灣民眾很多的道歉 這個小協不是國民黨交給中國 中國再給民進黨 我說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大家現在在care 那個聯合國 就是WHA他弄的那個聯合國 那個2758號決議文 這個文一到臺灣 一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就是表達抗議的 我想從頭到尾大家都認為說 好我不用去管你這個2758號的決議文 但是我是不是要 因為我不認同你的這個2758號的決議文裡面寫在這裡面 所以我就不去了 國民黨心裡清楚的知道 不可能嘛 所以他一定會去 但你一定要把他拗成說 你看你就是因為接受了 你才要去 我講實話 就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一直很討厭這個樣 但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剛剛比如說委員所提到的這一塊 民進黨立委裡面自己也有人現在在罵 也罵得也很兇 說你為什麼不講臺灣不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民進黨他現在也必須要把這個腳步給挑針 也就是說謝老師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中國大陸他其實也不斷地在找一個能夠見縫插針的時候 就是我看你臺灣如果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就可以更加大我抗議這個力道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現在在外交空間或在國際場合上面 你一定要穩扎穩打 或者穩扎穩打 你不要讓中國大陸有可以見縫插針一個機會 所以或許他會越驅保守 或許他會走回到這個最底線 那我覺得我是重點是 我們現在民眾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到底是要給他支持 還是我每做一件事我就回來檢視看你以前怎樣 我現在就要怎樣 我講那個道歉有的時候 他到底是屬於廉價的一種要求 還是他其實是真的站在說為所有人來想 你現在聽到國民黨所有的說法就是 你要來跟我國民黨道歉 你要來跟我們的誰道歉 我覺得這個道歉其實有一點廉價 好 了解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後段繼續 謝謝 下週二就是立法院總質詢 行政院長林全先來拜碼頭 第一站出席民進黨團大會 要展現誠意充分勾頭 能夠跟立法院 說要溝通結果麥克風音箱出問題 台上台下都爆出雜音 林全幽默以對 看到滿場的民進黨立委 林全說這就是他接隔魁的原因 但推政策不能只靠執政黨支持而已 林全接下來拜訪國民黨團 國民黨卻是早就備戰 接連拋出反取消端午國道夜間免費 充斥鳥爭議 瘦肉精美豬進口等議題 要林全接招 端午假期 國道夜間這個免收費 要取消這件事情 能夠收回這個事辦 那是建議當我是尊重他了 不過我想各位的意見 我還是會帶回去 好 接近一禮拜 林全 小心 國民黨 載藥黨一禮拜 很多人講說國民黨的在野黨 欸 年光大概用兩個字 可以來形容 叫做杯葛 這樣講公平嗎 呃 國民黨一定覺得不公平 那其實在野黨或是反對黨 他本來就是要監督執政黨 這在全世界民主國家都一樣 可是監督不是毫無目的的 或是毫無戰術的 或是你前後矛盾式的監督 那這樣子大家恐怕就會覺得 這東西怪怪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昨天內政司法法制 跟財政委員會聯席在審查 黨產條例 在這個之前包括洪秀柱底酸東諸 在出席的時候也一直跟我們說 這個東諸要處理 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在跟我們同台的時候 大家也都講說 我們不反對處理啊 這本來就應該好好處理啊 可是在昨天在審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想這個 吳委員應該比我更清楚 因為他們就在現場 我看到的就是 國民黨用各種很 我覺得很奇怪的理由在杯葛 比如說因為昨天我們知道 葉俊榮部長內政部長在開行政院院會 那你說審黨產條例 有沒有一定要部長來 我覺得部長來不來 其實你可以先進行 等他開完院會再叫他來就好 可是國民黨說不行 部長沒有來不審 好吧 那我們把葉俊榮叫來了 叫來之後呢 28條昨天只審了4條 而且4條沒有共識 這將來還要還要送還要送協商 那你說這樣子你在告訴我說 我很有誠意在處理我的黨產 我覺得這個恐怕前後邏輯上 是有點矛盾的 其實這段時間來 我發現國民黨還在學習 怎麼做一個在野黨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陳一鳴在WHA 自己去第一個代表黨團的 我也稱他為抗議性好了 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 因為台灣的國際處境其實很艱困 所以當台灣有任何人 不管他是總統部長 或甚至我們的運動員 他出國代表台灣的時候 基本上台灣的情緒 台灣人是團結一起支持那個人 不管他是任何政黨 我覺得這是過去幾年來 大家漸漸形成一種 你稱他為台灣共識也好 那你這個時候在代表團裡面 突然有一個人說 我也有一個抗議性給你 真的人家會看笑話 你們到底有笑話嗎 像這些行為 其實我覺得他都是一個 不是很稱職的在野黨 該做的事情 其實在野黨監督政府不困難 因為你要去挑一個人的毛病 說實在很簡單 但是你挑的邏輯前後 有沒有一致性 又譬如我再舉一個例子 教育部說以後高這個學校 高中以下學校 你不可以因為學生沒有穿制服而寄過 我全國的學生大家鼓鼓掌 可是我看國民黨有一些人就說 哇這還得了 學生不穿制服怎麼可以 那大家會花心思再打扮 哪有心思讀書 第一 教育部沒有說可以不用穿制服 他只是告訴你 你不可以因為他沒穿制服的吉他過 第二我們都讀過書我們都知道 我們那個年代都穿制服 而且制服都很醜 那難道我們就沒有在制服上面弄花樣嗎 我想這個大家大家都有經驗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民進黨執政這一個禮拜來 到今天蔡英文的滿意度有六成多 因為過去這個禮拜 有人整理大概做了十件事 後來台灣很多人才發現 原來這十件事這麼簡單 原來他只要行政命令就可以 他不用很複雜的修法 甚至不用很複雜的政策說明 他只要行政命令就可以 我前天碰到劉兆豪委員 他台當的 因為最近不是講那個 花東買鐵 東武捷鐵路票用實名字嗎 劉兆豪跟我說 他說他和消媒情 不知道過去不知道建議幾次了 奇怪不做就不做 二十幾次 我本來以為說是有什麼困難 結果看民進黨也不過就台鐵宣布 就可以做了 那為什麼過去不做呢 那你類似像這些事情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國民黨選輸了沒有關係 輸了可以重新站起來 但是你如果你在 再也都做不好的時候 你很難期待 人民再給你一次執政的機會 沒有人很多人在問 你不要知道你讓人做個好事嘛 對不對 但是伯格這兩次好像跟我們綁在一起 我們看一下 這禮拜以來 不當黨產條例 伯格 廢紅十字會法 伯格 廢紙盟上委會也伯格 整個都在伯格 伯格還伯格 然後還一定要什麼衝刺老膠 還是導彈 不好意思 四位兄 可不可以 跟大家一起為台灣打拼一下 這很多人說 國民黨是你想什麼 謝老師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不要講 沒有錯 我同意年旺兄所說的 我們國民黨現在淪為在野黨 我們是35席的在野黨 我們有很多地方 我們必須要來做學習 正所謂人家講說 活到了學到了 當然我們現在做在野黨 我們也要學習 怎麼樣做一個稱職 監督的一個在野黨 但是我必須要講 不是什麼事情 講到國民黨有意見的時候 就是講說國民黨在伯格 我說一下 伯格跟伯格贏人 我常常這樣說 1月16選輸的時候 你比較怕手 你也怕輸民進黨 你也是要試試看 但是 謝老師必須要這樣講 過去民進黨在27席的時候 他們也知道 如果真的要表決 也輸國民黨那個時候多輸的 但是我們民主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大家來討論 你按照這個議會 對立法院的這個議事規則 大家有什麼樣意見 大家來說 那同樣的 你說紅石智慧法 我們希望是做修法的 但是民進黨團 他們是希望 廢這個專法的 有不同的意見 沒關係 立法院去討論 討論決定之後 就好像 這個議長 副議長的記名投票 跟不記名投票 大家都可以去論述 但是今天也三讀通過 三讀通過 我就講民進黨多數黨 他們現在執政完全 執政完全負責 以後如果說有什麼樣子的一個 讓民眾 有這一個反彈的地方 他們要負責 那你說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 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國民黨委員有講錯嗎 今天你民進黨 綠營的有很多的一個白本 那是不是應該需要整合一下 那好你如果不整合 當然到委員會 逐條討論 那逐條討論 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正所謂當與不當 大家就有界定的一個看法 那每個委員 每個委員他也有 他的一個主張 他的一個看法 那你講說如果說延宕 然後就講說是在杯葛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 只有討論幾個看 我覺得這樣也不免 對我們講 來講也不公平 林瑞兄 其實就是政黨 他為了要爭取執政權 他是對於整個輿論市場 整個民意的一個競爭 那在野黨當然在立法院 他可以對各項的議題 他有他的意見 那個意見 有那個意見 真正的目的 是要爭取多數的民意 如果你是有這個出發點的話 你就是要有完整的論述 然後你要說 你著重的點在哪裡 而不是只是說 為了只是要讓你的意識變慢 如果你這個意識變慢 純粹是從程序上面的杯葛 而背後沒有一套大的道理的時候 恐怕這個將來 在在這個整個這個民意市場上面 那個賣相是不佳 那你覺得國民黨是什麼態度 我舉個例子 我就舉個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國民黨今天我們在立法院 有一個很重要的法案刪讀了 就是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制度法 對於政府議長跟代表會主席副主席選舉 現在通過是要用記名的投票 那國民黨在這過程中就一直講 當然他可以講他的理由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他最常引用就是說這違憲 也講說怎麼樣怎麼樣違憲 可是昨天下午五點在立法院協商 我們把內政部法務部中選會 中選會司法院通通請來了 在這個地方他們都有表達意見 明明這些司法機關要主政機關要都說 根據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幾個引進去一點說這個沒有違憲的問題 那國民黨你如果還是主張違憲 你將來再去申請事件沒有關係 可是經過這樣子的講法之後 他現在出來還是每一次都講說 你今天這個法律違憲 我就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好 因為這個主政機關你可以講說 這個內政部跟法務部現在民進黨主政 這至少是政務官是民進黨派的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司法院也不是民進黨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是說當大家都是做了這個溝通 而且解釋的時候 你就不適合再拿這一點來鬥 但是你還是一直拿這一點來鬥的時候 給我們的感覺就講說 其實你並不是要講道理 你只是想要繼續反對到底 那我覺得這樣在這個民意市場上 如果這樣的心態被選民發現之後 其實這個賣相是不佳 隨著 現在國民黨連這個不當這兩年 國民黨要把他掛在那裡 這個說法 這個抗議這個杯子 到底恰不恰當 不是說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你就真的讓台灣人完全在他們的心臨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你要做出讓台灣人認為 你是真的在心臨的人 那國民黨比較有未來嘛 我們也不希望國民黨就從此一決不斷的再見 你知道嗎 國民黨現在的做法是我看不懂 連假急動員35個委員還來22個而已 還不處分 那你連在野黨的角色你都沒有扮演 都沒有黨的紀律 沒有立法立法團團的紀律 那你怎麼去打仗 那當然他現在是在野黨 所以他有自己在野黨的做法 當然他之前也講過說他不會過激 不過民進黨執政了以後呢 也要當然要知道 就英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 他要求表現嘛 所以他一定會這邊杯葛 那邊用議事規則 然後想盡辦法 今天聽說連協商大門都要關閉了嘛 那他會有很多很多諸如此類的 那麼有關於所謂的不當當產 這個管理條例等等 那他當然從頭到尾 他對那個不當就有意見啊 他認為說你不當你就說我不當啦 那我怎麼跟你談幹什麼呢 所以他一定會想盡辦法用所有的議事規則 用所有的一切 這是可想而知的 不過我們要知道 那麼新政府從上個禮拜五上任了以後 到現在已經整整的一個多禮拜嘛 做這麼多事情 我講坦白了 做這麼多事情 我相信很多的人民應該是非常滿意的 當然有的東西 可以做得比較優勞的 比如說高速公路晚上取消廉價的收費 可以還要多層面的考慮等等 但是至少我看到的是 有用心在做 很多的議題有在推行 包括盟戰委員會 一直到現在 如果考地理的地理歷史的話 外蒙古還屬於台灣 然後曾母暗殺還是我們最南部的 對不對 那些是自欺欺人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真相 所以盟戰委員會還是我們管的 只要盟戰委員會存在了一天 這個真相就沒有辦法 等於說讓我們的孩子 確確知道台灣中華民國現在的一個現況 你有在做 我說過了 小英總統 他在520就職那天說 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相信只要你認真去做 只要你好好去做 以目前提出的這麼多 包括費紅十字會法 如果台灣的紅十字會 因為費紅十字會法就會解散 那就解散了吧 所以只要你有好好去做 替人民謀求幸福 當然我說替人民喔 所以包括交通部長賀成蛋 都要請你做很多決議之前 先想到人民謙卑謙卑 再謙卑 我請教一下那個仁俊 那這樣下去 每一個協商都破裂 每一個都破裂 就是要逼民進黨最後大會表決嗎 國民黨 然後再來站主席台嗎 國民黨這一段時間一直在批評說 我們以前國民黨所做的 你民進黨一直罵我們 所以你現在民進黨做的 你要來跟我道歉 我們自己長期跑立法院 以前國民黨怎麼罵民進黨 或在野黨 你們一天到晚杯葛 一天到晚抗議 你現在國民黨跟人家做一樣的事情 你現在要跟民進黨 要跟在野黨 當時的在野黨躲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其實 因為我們剛剛列舉了幾個條文 我們比較仔細去看那個條文 比如說國道收費的這個部分 其實包含就是地方政府 其實他都有反彈 我覺得國民黨在這個地方裡面 他要求說你有你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OK 可是其他的部分 我其實贊成剛剛委員所講的 我們在看政黨在立法院的表現 今天不是說你只是要杯葛或者抗議 我們檢視其他的政黨 包含親民黨 包含時代力量 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你對這個法案有意見 你告訴我你的對案是什麼 你把你的對案拿出來 可是你現在光看到你上面所列舉起來 比如說在費紅十字會法的這一塊 剛剛這個講到講到說 世偉兄講到說他國民黨是認為說 他應該要去討論 但是可是你看他的杯葛的手段是什麼 我在協商我就跟你退席 我連協商我都不跟你協商 國民黨倒還蠻常用這段 前一陣子我們才看到黃昭順 不知道主持什麼會議 他也是散會休息 他也都退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杯葛的這個法案上面 其實民眾會會問 真的會想問說 好你告訴我說紅十字會紅十字會 如果他今天真的只是在勸募上面 或者在很多很多 你說要幫助急難救助或什麼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單位同樣都在做 那在同樣的公平的基礎上面 他是不是享有比別人更多的特權 或是什麼 這個才叫做公平的討論 可是你只是因為說 因為你不照我的版本 我是人數少 所以我就要退席抗議 我連協商我都不參加 那你再告訴我說 比如說被這個盟葬委員會的部分 那你杯葛的理由是什麼 還是你認為說我今天中華民國 我就是有蒙古 我就是要管西藏 你國民黨把這東西說清楚 你會不會說 你現在只說不行 如果是這樣 這次我是御用議事規則 我也是一樣 你剛才那幾歲 你現在會叫民進黨 你以前怎麼賣 你怎麼賣 你以前賣民進黨 什麼霸佔主席台 霸幾次怎麼 你一天說你賣 你現在不是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有沒有讓民眾留下 在野黨的這種聲音 大家一想到台三線再加上林申祥 林申竟然想我們就休息一下 不然我繼續 謝謝 總統好 他11位喔 自稱總統府新人 蔡總統熟悉環境 仿視各處市 沒想到編成粉絲見面會 他們是志工嗎 是 是 應該會比較多 好美的粉絲 好多的粉絲 簽名有備而來紀念酒 傳BanBan 蔡總統展現清明風格 自拍野行 這一路逛 還走進了記者室 看媒體跨家場 你們都吃什麼 家裡送便當那一件事 所以至少都要幫你們 還是誰幫你們 就是有人幫我整備吧 飲食有家人照顧 但蔡總統坦言 新生活還是有些不習慣 哪一件事讓你覺得最不習慣 就是借外賓要年狗 看蔡英文害羞成這樣 原來是因為日前接見 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賈朵德的這一幕 我了解 這是我們 假 知道 是的 我有問題 在中國語言 I'm sorry 那天那個名字叫 一時就卡住了 那個老師下次見你們念念看 其實美國這個商務部的助理部長 他的副部長 他其實是吃DOT 所以也不是說知道 他是給他說DOT 所以翻譯並做知道 但是各位朋友 這樣的一個訊息 環球時報第二天二十五號 就是說蔡英文的一文中文不好 那講中文不好 就是說看到美國人 整個腳都叫 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各位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環球時報笑蔡英文中文不好 但是臺灣還有一個深藍的媒體人 他說蔡英文的英文不好 結果這個英文不好 隔一天就被人家打槍 這人叫做黃志賢 他說蔡英文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 接見美國外面的時候 英文竟然說錯了 problem不能加上off 結果有一個叫臺灣副隔的臉 說這種正確的英文 再把他打一個臉 他說可是之前 蔡英文接見美國外面的時候 說的是 I have a problem of saying i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不管怎麼樣 我想請教一下 蔡英文一個禮拜以來 做了多少事情 但是臺灣的深藍 還是說中國的環球時報 那都是中國的 中央時報 他們的人民 只能用這個來挑剔蔡英文嗎 我覺得環球時報 它底下的一個媒體 那因為是剛好他們海協會 一位理事去投書 說蔡英文是單身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幾乎被全世界圍剿 其實我很少看到這樣的現象 真的 某種程度我覺得 我覺得臺灣要感謝那篇投書 因為讓臺灣 然後總統 蔡英文這幾個關鍵字 登上了華盛頓郵報 登上了紐約時報 登上了華爾街日報 上了BBC 上了CNN 這個大概是我們平常 花再多錢都買不到廣告吧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為什麼會被圍剿 是因為對於一個領導人 即使你再不喜歡他 不管他男性女性 已婚未婚 有小孩沒小孩 你對他做一個人格毀滅式的人身攻擊 那個是大概全世界大家會有一致的標準 不容許這樣 但這件事情顯然 這個 黃美美 沒有學到這個教訓 中國沒有學到這個教訓 他再來一個 對 他原本的出發點是想說 大概想說 抓到了蔡英文的小毛病了 那可能他沒有仔細聽 因為蔡英文那句英文講得還蠻快的 你可能沒有他可能沒有很仔細的聽 聽到其中其他有加幾個字在裡面 可能沒有聽清楚 好 即使蔡英文講錯了 因為這也不是很關鍵的事情 這個跟我們以前在批評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一開始接見外賓的時候 其實他喜歡講英文 他不要透過傳譯 就出現了幾次很關鍵的錯誤 最初最著名的就是 他講說兩岸之間未來 總統府來自然講是 未來數十年不會談到統一的問題 但是他現場他講英文的時候 我們是聽說未來十年 那這個就很關鍵 這個就很關鍵 可是蔡英文這個 你頂多 你說他是一個花絮吧 也ok 他沒有說錯 我要確認一下 他的英文那句表達並沒有錯 因為那個Marcus Jadot 那個的中文英文 尤其是名字 一般我們碰到外文的時候 我們即便講中文 會直接用他的語言 會直接用他的語言 對 所以呢 他也沒有說錯 但是我請教一下 世維兄 有必要做這一種 不要說錯啦 就算講錯 就算出錯 有必要拿這個來挑剔嗎 還有做 我講做中國應生蟲 這樣好 首先我先強調一下 中國環球時報 他們這一個海協會理事 的一個投書 然後針對我們蔡英文總統的 這一個人身攻擊 但是站在第一時間我們國民黨中 我們就站在這個反對的一個立場 我覺得講說 我不是你說王衛星 你先讓我先講 因為剛剛年晃有講 而且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這一個部分是我們的立場 我覺得講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但是對於我們國家的一個元首 或者是我們政治人物公眾人物 大家都能夠接著起大家的一個檢視 但是我們不接受人身攻擊 那你說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的一個外語能力怎麼樣子 當然我講坦白我本身這個英文 我也不好 我也不是英文老師 我也不亂評論 但是我會覺得講說 或許他在這個 黃志祺他在評論 他是希望講說 蔡英文總統 你是一國的一個元首 你代表的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門面 那當然這個剛剛的畫面 也有看到他在接受外賓的同時 他對於講說英文翻中文 然後這一個言詞上面 他有比較這個停頓的 那是不是講說 是不是中文的一個發音 他比較不是這麼樣子的一個正常 這是黃志祺的目的嗎 那我必須要講 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他講的用意 是這樣在提醒 為我們的一個蔡總統 就如同說 他今天就任才一個禮拜而已 你可能沒看過 大家都是 大家都在學習 那我們希望講說 未來如果蔡總統 他在接見外賓的時候 是不是這一個稿子 能夠多看幾次嗎 這個是我們的看法 我在想 蔡英文總統的英文是非常 非常好的 我以前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是我們老師 他無論是教英美法導論 或是教國際貿易法專題研究 他都是用英文上課 而且他留學美國 留學英國 他留學那麼久 坦白講他英文是很好 他今天是因為 在總統這個職務上 你接見外賓的時候 你必須要說中文 說中文是為了避免這個 第一個要留下紀錄 第二個要傳譯的時候 還有一個傳譯在旁邊 其實如果他用英文來講這個他的名字 我覺得他很順口就會唸出來 那是因為你要把這個英文名字 跟那個中文那個字面要搭配 這個地方上面有一點困難 他才說我用中文來講你的這個名字 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困難 這是這樣的意思啊 所以我是覺得你看如果跟以前的馬總統比起來 馬總統他就是很喜歡跟外賓談英文 但是蔡英文英文當然是很好 但是他必須要依照總統的職務 他認識到他必須說中文 所以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不應該去挑剔這個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心理狀態 這心理狀態就是說 從內政到外交 到兩岸政策 我跟中國拿你參英文 我沒辦法 沒辦法啊 所以我心理這種心理激轉 就是讓你的英文弄到好像很破 用來實力 那如果連這個英文都可以挑剔 你可以挑去大一點的不是嗎 譬如說連什麼 連接近外賓說 外賓翹腳 也拿來給人選 對沒有錯 也會認為說外賓在你的面前翹腳 就是瞧不起你 就是好像大國對不對 多了不起 沒把你放在眼裡 那麼我覺得蔡英文總統回應非常好 或許他覺得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他覺得很輕鬆 我覺得很好 這樣的幽默的方式 回應一些無聊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非常好 其實有關於說 因為這是國際禮儀 所以再加上說 必須要留下一些紀錄 所以要很精準 所以他必須在接近外賓的時候 講中文 然後翻譯成英文 或其他的語言 那麼事實上 這才是真正的總統應該做的 不過也不用這樣苛責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他講英文的話 非常的順 如果講英文不會有這樣卡卡的 即便是我 我口才已經算不錯了吧 如果是俄羅斯人的名字 就算是美女我都會吃螺絲 什麼呼對不對 不得了 你因為是美女才吃螺絲 就算是美女我也吃螺絲 為什麼不得了 什麼呼 難免的嘛 那麼我剛剛贊成世維兄所講的 王衛星我不知道他在中國 當主席洪秀柱一起罵進去啊 你知道嗎 豈有此理啊 這是需要譴責的 我贊成世維兄剛剛所講的 那但是相較於之下就是說 其實一個領導人 一個國家的總統 那麼他最主要的是 他講的話有沒有講錯 有沒有亂講 比如說馬英九 難道馬英九難道講他馬中文嗎 為什麼 陸榮是陸耳朵的毛這句話 他直到卸任前幾天才拍那個影帶 認錯了嘛 道歉很苦手很好玩 可是問題你知道嗎 我如果印象沒有錯的話 他講錯的那段時間 他是硬拗啊 他沒有解釋 他沒有道歉 他沒有認錯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 如果一個領導人 你做錯了 還死不認錯 才是可怕的地方嘛 所以從這件事情就是告訴別人 黃小姐 你要刮別人鬍子之前 你要先刮好自己的鬍子 如果 不是 這個鬍子是形容詞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去指責別人之前 要指正別人之前 那你自己本身就要先 站在立於不敗之地嘛 你連總統講什麼的 那個你要把它弄到 你連總統講什麼的